大家好,我們是東京走橋 我是鮑勃 我是文恩 我們這次仍來到神戶 要來介紹有著絕美風景的布影香草花園 由於布影香草園在飆高約400公尺的地方 所以我們先前往最近的車站 新神戶站 在附近搭乘纜車 再一路坐到布影香草園 剛這樣的來回票是多少錢呢? 1500塊日幣 我們現在就搭車吧 嗯 他的這邊這個纜車 是我搭過的裝潢跟造型都很舒適的 而且不需要跟別人擠一台 在我後面就是神戶的市井還有神戶港 他這邊這個香草花園 有種了很多他們自己的那種香料類的植物 而且後面也有一個market 可以去買他這邊自己做的產品 我覺得這邊給我感覺有一點點像薰衣草色 就是種了很多很香的花花草草 然後還有一些歐風的建築 然後還有一些歐風的建築 之後就會跳出訂閱的方案及說明 依照程序填入資料就可以加入會員啦 我們剛剛從纜車的山頂站 一路往下走 走到那個中間點大概20分鐘左右 我這個後面是溫室花園Glass Store 這裡是種植以香料和水果等熱帶性植物為主的花園 溫室的一樓也有咖啡可以讓大家坐在這邊 邊喝咖啡邊看神戶寺的景色 這家Cafe Lounge的氣氛真的太好了 坐在這種歐式的建築裡面看風景 真的好感人 這個炸豬排非常非常的軟嫩 然後它的那個醬子非常的溫順 然後不會太酸也不會太甜 喝完下午茶之後 我們繼續往山下的方向散步 在我身後的就是四季之亭 它四季都會有不同顏色的花 來躺一下這個應該會很狼狽的躺吊床 欸 其實還好 算怎麼樣 滿愜意的 這地方真的非常的悠閒 參觀完香草園之後 我們搭著纜車下山 帶大家去看一個額外的景點 布影瀑布 我們要去日本擺踏瀑布的布影瀑布 我們要去日本擺踏瀑布的布影瀑布 它在新神物站的附近 車站走出去就可以到布影瀑布了 剛剛雖然說270公尺 但是有大概1000個截鐵 我們現在大概爬了一半啦 你看這個 非常的陡峭的階梯 我們從車站走15分鐘就到了這個布影瀑布囉 我們推薦這個布影瀑布的原因呢 是因為它距離新神物車站 只要15分鐘 然後就可以看到這麼絕美的風景 所以非常推薦大家過來看看 以上就是這次介紹位於神戶的布影香草園 我是寶寶 我是宇文 大家下次見 拜拜